天南地北谈华语 今天去哪儿啊? 浙江 浙江? 那个不是读作浙江吗? 又是多音多译字啊? 不是,是你有边读边 是吗? 我以为浙加了三点水仍读作第二升 原来是第四升浙 浙江非常有名,是一个省 而且在沿海地区 浙江境内最大河流是乾塘江 古时候名叫浙江 所以这个省以江明命名浙江 看来你对浙江挺熟悉的嘛 那当然,我真的想过去那里旅游 所以做了点功课 打算去哪儿观光呢? 第一站当然是乌镇古镇 据说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 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 我就想看看这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 看它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 既然已经到了乌镇 当然要参观毛顿故居和毛顿纪念馆了 毛顿是它的笔名 原名沈德宏 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要说看故居 我倒想到浙江的宁波市看蒋氏故居 那是蒋中正前后几辈人的故居 蒋氏故居是群体建筑 占地四千八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共一千多将近两千平方米 真够大的 蒋介石就出生在这里 看来浙江出了不少名人啊 对啊 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也是在浙江出生的 后来才移居香港的嘛 我是看金庸的小说长大的 像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我都看过 你看的是连续剧吧 哎 看不起人啊 我也看书爱阅读的 好好好 不相信我是吧 告诉你 鲁迅也在浙江出生 是浙江绍兴人 哎 说到绍兴 我也想到绍兴去走一趟 看当地的主妇 是不是跟我一样 做饭都加绍兴花雕酒 游客怎么可能到明宅 去看主妇做饭呢 到超市看就知道了嘛 是不是摆着很多 这类烹调用的酒 去馆子吃饭 也可以看人家的菜单 或是品尝出人家 用没用这类酒 还挺有观察能力的 那当然 以前演舞台剧 我演过祝英台的角色 我也想实地体会一下 她当初是如何 求学心切 女扮男装 到杭州学习 顺便再到浙江的杭州 走一趟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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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